第三百二十五集 看到这样的情景出现 李强担心地问道 师尊 师姑能抵御这样的仙劫吗 清帝目不转睛地看着仙劫开始 说道 凭他的手段 即使没有吉雷平 空手都能度过这样的仙劫 这种仙劫对他没有什么威胁力 只见天姑飞临银平左侧 他虽然穿着守护身甲 但是身影已然出现在外面 李强知道 他是用身外化身的法门 来对付仙劫的冲击 伯具笑道 师尊 如果你想试试三劫打天雷的威力 可以用分身去体验一下 即使失败了 也只是损失一个分身而已 用一颗七级毡就能恢复了 你现在有子俭平衡神异力 不必怕走火自爆了 李强忍不住想翻他一个白眼 可惜穿着守护身甲 长着一只鸟头 翻白眼 伯具也看不见 他说道 师伯 我可不想跑到三劫大天雷下面被雷劈 那可是仙劫 我胆子小 伯具哈哈大笑 青帝沉声道 第一劫 银色奔雷到了 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 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炸开 三人即使有守护身甲的防御 也被震得向后飘退 李强大声叫道 哇呀 这么猛啊 伯具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不算什么 到三劫雷的时候 才有点看透 李强只能摇头叹息了 对于这些阅历丰富的老家伙来说 仙劫也不算什么 青帝一开始的惊讶 大约是因为联想到了 谁也没有见识过的神劫 李强毕竟修炼的时间最短 见识也相对要少 他把注意力 再次集中在银色奔雷上 三劫大天雷的第一劫 银色奔雷十分好看 由于有天姑的吉利平抵御 三人除了觉得雷声有点真耳外 并没有感到别的不适 银色奔雷不是一道道的闪电 而是球状的闪电 一串串的连续不断落下 奔腾咆哮着向下冲击 四目闪亮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空间 吉利平越长越大 球状的闪电霹雳刚刚落下 就被吸入瓶的一翼 吉利平已经完全透明 可以看见落下的奔雷迅速缩小 很快被凝成一颗颗细小的银珠 沉淀到瓶子的底端 银瓶里盘旋着一股淡金色的光韵 仿佛是流动的金色液体 天姑神态自若的用手指定吉利平 悠然等待着银色奔雷的结束 李强惊叹道 厉害 世故真厉害 世尊 吉利平也是从古神藏得到的神器 清帝笑道 嗯 这件吉利平是从古神藏得到的 而且是从神藏塔里得到的 其实厉害的神器往往都是神人修炼过的 我们虽然也能修炼神器 但是却没有那么神妙 你在古神藏也得到一些宝贝 难道还没有修炼吗 李强摇头道 没有时间修炼 我估计要修炼好一件神器 没有十年八年的时间根本不行 虽然我开启了几件神器 勉强可以使用 但是要熟练运用还早着呢 更别说发挥出神器的威力了 他心里有点遗憾 明知道这些神器的威力巨大 却没有时间去修炼 银色奔雷逐渐增多 密集的球形闪电 发出的声音 犹如万古齐鸣 震耳欲聋 李强这才理解奔雷的意思 他双目远睁 两道金芒射出 清晰的看见 天姑围绕着吉雷瓶飞转 吉雷瓶已经来不及收取奔雷 一部分银色奔雷直接砸向天姑 都被天姑避开了 守护神甲也要出光滑 荡开零星的霹雳 李强暗想 要是换成自己在上面 现在肯定手忙脚乱 天姑的实力毕竟不凡 终于等到第一节银色奔雷结束 第二节还没有来到之际 李强说道 奇怪 这里怎么会有专门的雷劫台 不会是为我们准备的吧 伯炬笑道 在幻神正殿 有这样的地方很正常 出现仙劫 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清帝心里一动 自言自语道 的确是奇怪 难道是 李强突然叫道 不好 清帝也反应过来 他来不及解释 立即向天姑喝道 小心雷结台 那是守护神兽杜劫的地方 别让劫雷落在台上 可是 他们提醒晚了 第一节银色奔雷中 有少数几个 已经落在台上 李强毫不犹豫地 画出一个分身 扑向雷结台 清帝和薄具宁神观望 他俩都是经验丰富的人 不会冲动行事 所以都没有出手 恰在这时 第二节黄色剑雷爆发了 李强的分身刚到 天姑就喝道 不用你帮忙 我只是收集这里的节雷 李强的分身 还有些笨拙 他说道 师姑 你忙好了 我只是帮你看着雷结台 万一冒出一个守护神兽 我来吸引他的注意 天姑明白李强的意思 他是为了给自己 争取一点时间 天姑说道 好 小心别让节雷 落在你身上 这玩意儿很厉害 你的分身挡不住 没等李强回答 第二节黄色剑雷落下 李强这才知道 先节的威力 虽然他过来的是分身 但是感受和真身 没有什么差别 头顶上就像有一颗炸弹爆炸 震得他头晕目眩 李强的分身 下沉到和雷结台平行 反正是分身 即使被灭掉 也只损耗真身的五分之一身一力 何况分身的作用是牵制 并不容易被灭掉 悬在雷结台不远处 李强的分身抬头仰视 黄色剑雷 没有银色奔雷 那么气势磅礴 它是巨大的尖型雷电 每次只落下一道 速度却奇快 一道紧接着一道 密如狂风骤雨一般 急雷屏的颜色也变了 整个银屏射出金色光滑 就像是一只金色的瓶子 每一道剑雷落入瓶中 立即就消失无踪 李强不禁暗赞 这个宝贝真好 不但可以抵御仙劫 还能收集仙劫形成的劫雷 他猜测 这些收集的劫雷 只要修炼过 就可以释放出来 这样的劫雷要是放出来 可不是一般仙人能够抵御的 他想想都不寒而栗 突然李强察觉有点不对 雷阶台的颜色开始逐渐变得透明 他想起在玄京台的遭遇 知道要有守护神兽出来了 他急忙喝道 事故小心 守护神兽要出来了 他稍稍向后退去 由于真身穿上了守护神甲 分身不能借用真身的武器 他只能用一般静止来攻击 实力下降了很多 果然雷阶台上冒出一个守护神兽 那是一个两米多高的神兽 手中提着一把像斧头一样的武器 他的守护神甲居然是红色的 冒着热腾腾的火流 他一出现就举起斧头 一圈红芒向上射去 这个神兽似乎有点傻 他居然攻击上方的吉雷平 李强也是措手不及 他没想到守护神兽刚一现身就乱打 天姑一声轻贺 吉雷平陡然缩小 与此同时 他的身形向外飞退 李强心念一动 分身立即向一边闪去 黄色剑雷突然失去阻挡 顿时爆发开来 一团金色的光芒猛地爆开 无数火花喷射而出 只听守护神兽震天狂吼 刹那间就被打得魂飞魄散 李强惊讶极了 仅仅一道黄色剑雷就灭掉了一只守护神兽 没等他明白过来 又一道黄色剑雷劈向他的分身 李强快速掐动神灵觉 抬手导出一团金光 轰然巨响中 分身竟然耗去他两成神异力 天狗重新用吉雷瓶挡住截雷 问道 怎么样 截雷的威力如何 李强心有余悸地说道 真厉害 咦 那是吗 雷劫台上一把古怪的巨斧来回翻滚 守护神兽的神甲却消失了 这只守护神兽也是倒霉 按照他的实力 只要渡过第一劫银色奔雷 就会被传送走 不用等到第二劫 但其实力完全不能抵御黄色剑雷 由于天狗用吉雷瓶收集截雷 致使雷截台无法开启 等到开启的时候 截雷已经是很厉害的第二劫了 这只倒霉的守护神兽 被劈得魂飞魄散 只留下一把巨斧式的武器 李强好奇地让分身飞到雷截台上 一把抄起巨斧 天狗喝道 小心别在台上停留 一道剑雷闪过吉利亭 轰向李强的分身 李强吓得抬手举起巨斧 一圈鸿芒向上飞出 如果仔细看的话 这一圈鸿芒和守护神兽发出的 有些不同 鸿芒中夹杂着丝丝金光 巨响声中 李强的分身飞出雷截台 李强对清帝说道 师尊 这把斧子有点古怪 分身虽然被震退 李强的真身却不受影响 分身手中的巨斧 闪着金色的光滑 竟然将刚才那道剑雷的能量 完全吸收 他心念一动 分身消失 那把巨斧出现在他的手中 清帝顺手拿过巨斧 扫了一眼后说道 不错 这也算是一件神器 可以吸收雷电 那个守护神兽是有备而来的 可惜他没有发挥出这件神器的威力 你拿着它当武器还行 他将巨斧还给李强 说道 马上第三劫就要来了 你暂时不要用分身上前 有七集丹的话 吃一颗龟原丹好了 可以立即恢复消耗的功力 龟原丹是七集丹中的二集丹 还不算真正的神丹 用来补充功力是足够了 凭李强现在的修为 吃下这种龟丹后 几乎不用运功炼化 直接就可以吸收 李强一眼 吃下一颗龟原丹 金尊神心立即快速鼓荡起来 不到一分钟就完全恢复了神异力 李强笑道 没想到如此灵验 这样我就不怕了 伯具犹豫了一下 想说什么 可又忍住了 李强是察言观测的好手 他笑着取出一些龟原丹 说道 师尊 师伯 我这里还有一些龟原丹 我知道你们不学龟丹妙药 就算是弟子孝敬的吧 这话让人听得舒服 清帝和伯具脸上都露出笑容 伯具本来就是想要的 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他们都是惊高气傲的人 很难开口向别人讨要物品 李强如此说 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台阶 他们也就顺势接了下来 龟原丹能快速恢复功力 是现在最需要的龟丹了 他们虽然也有类似的龟丹 只是没有龟原丹那么好用 雷阶台的空间突然安静下来 上空呲呲啦啦的 画过一些细碎的火花 清帝猛然抬头 说道 不对 怎么不像是第三节要出现 伯具和李强也抬头观望 只见天姑快速收回吉利平 焦鹤道 快走 后面不是三节 好像变了 李强忽然说道 通道没有了 原本留下的通道 在二节结束的时候 悄然消失 四周完全是乌蒙蒙的一片 即使用神眼观察 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有清帝这样的高手在 李强并不害怕 天塌下来 有大个子顶着 再不计 还可以带着他们 进入元界避壤 李强苦笑道 不会是神节吧 天姑飞到三人身边 正好听到李强的话 他笑道 小家伙 别乱说 要是神节的话 我们可要逃了 大家小心点 我看不出是什么 清帝说道 不对 是古神禁止 奇怪 为什么会触动古神禁止 伯具上人喝道 我们聚拢起来 我先不一层禁止 看看是什么玩意儿 他一边说着 一边放出禁止 禁止出手后 伯具惊讶道 好厉害的古神禁止 四人笼罩在光照里 伯具发出的禁止 原本是看不到的 被周边无形的压力索机 一个淡青色的光照 显露出来 就像一个透明的空心鸭蛋 四人被古神禁止 向中心地带挤压过去 李强惊讶道 咦 似乎要让我们到禁止台上去 清帝笑道 有意思 我们破坏了守护神兽的杜结 看样子 要拿我们这些假神兽充树了 好 我倒要看看 能有什么样的禁止 是我们不能抵御的 他不禁毫兴大发 天姑也满不在乎地说道 你们当然不怕 都是经历过很多次仙洁的人了 失职可是第一次见识 我们要护着他一点 李强很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 在四人中间 自己是最弱的 何况 有厉害的高手在 他往往会表现得很懒惰 能不出手 就尽量不出手 有人担着 是最舒服的事情了 他笑嘻嘻地说道 师姑 师尊 师伯 那我就看你们大发神威了 哈哈 清帝笑道 这可不像你的为人 算了 反正也不要你出手 小家伙 机灵点 如果有什么不对 立即带我们去元界 他也做好了退走的打算 李强心里安安佩服 清帝这样的超级高手 首先考虑的不是抵御雷杰 而是先找到退走的捷径 然后才去抵御雷杰 这样就不会陷入绝境 真不愧是老奸巨华的家伙 李强点头道 没问题 一旦不对 我们立即去元界 四人站在雷杰台上 周围的环境完全变成 黑沉沉的星空 无数的星光在遥远的地方闪烁 清帝说道 好家伙 以宇宙为天地 不知道这次会面临什么 天姑冷静地说道 我估计 这次即使不是神节 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李强有点紧张了 开玩笑 连仙节他都觉得很难抵御 如果真是神节 自己啊 还是早点跑回元界去的好 留在这里和送死没有什么两样 他并不是怕死 而是觉得 地狱神节 犹如和自然之力抗争 实在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等了足足有十分钟 周围依旧十分平静 李强疑惑地问道 这么回事 好像什么反应也没有 师伯 周围的骨身禁止还在吗 伯具上人摇头道 我们落在雷节台上的时候 就消失了 奇怪 怎么会有幻境出现 他也疑惑起来 天姑和清帝也有点摸不清状况 两人一言不发地戒备着 半上天姑说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出去的路 清帝说道 凭我的神眼看 这里的幻境已然实化 也就是说 我们到了幻境神阵里面 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恐怕 李强觉得头都晕了 因为在幻境神阵里 似乎不能回到元界去 他忙说道 我试试看 能不能回到元界去 清帝阻止道 别去 这时候去元界 已经迟了 因为我们必须闯过去 不然这条路永远也别想走通 我们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路线 这条路线浪费了 我们就再也到不了总枢纽 李强仔细回想自己闯关的遭遇 不禁对清帝的推断 佩服得五体投地 江还是老的了 周围的星空开始动起来 雷阶台犹如飞行的滑板 向前快速移动 四人从来没有见识过 如此怪异的景象 博具首先问道 奇怪 我们这是向什么地方去 你们等一下 他收掉外面布置的静置 闪身来到太空中 他更加惊讶了 说道 怎么搞的 我们可以离开 哦 不对 李强在刹那间也明白了 他叹道 原来是这样 如果我们离开 就等于陷入了幻星神阵 要想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等一下 我来试试 他不敢一个人走 因为雷阶台是移动的 离开后就找不到清帝他们了 清帝再次阻止道 不行 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台子 不然就再也找不到了 天姑赞同道 是啊 走到这一步 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错 李强心想 算了 还是等到真正危险的时候再走 其实 他心里明白 真正到了危急时刻 也不一定能顺利回到原界 他就曾经被困在幻星神阵中的一个空间里 连原界之力都无法借用 大片的星云 缓缓地移动 李强知道 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只是搞不清楚 雷阶台会飞向何处 靠得比较近的星球 几乎是一晃而过 渐渐的 大家都有点失去耐心 清帝小声道 奇怪 怎么没有任何动静 天姑突然收起守护神甲 脸色微沉 淡淡地说道 这次麻烦大了 你们看前面 是不是神法之眼 清帝 清帝脸色微微发白 说道 原来如此 雷阶台只要靠近 我们就必须抗拒那股无与伦比的犀利 李强心里一动 眼前的景象 让他想起了黑洞 那玩意儿 很像是宇宙中的黑洞 究竟是不是黑洞 他并不清楚 但是 看清帝他们的神情 那玩意儿 一定非常难对付 雷阶台逐渐靠近神法之眼 周围的压力也随之增大 一股奇异的犀利 压迫着四人 雷阶台的速度更快了 李强说道 不行 这样下去 我们都要被吸紧神法之眼 得想办法 让雷阶台停下来 他对黑洞没有多少了解 只知道黑洞可以吞噬一切 包括光都无法逃逸 想到这里 他不禁心惊淡颤 清帝观察了一会儿 说道 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能抵御这股犀利 雷阶台就会带我们回去 不管怎样 雷阶台 不可能消失 李强问道 为什么不可能消失 雷阶台比神奇还要厉害 他感到难以理解 天姑笑道 的确 雷阶台 不可能消失 它是整个神阵的效应 如果雷阶台消失 换神正殿的存在 就不可能成立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听众